請接盤 五個大字的匾額 出自鴻海創辦人郭台銘之首 會為一年再度亮相 就是出席旗下鴻海研究院 盛大接盤儀式 選在2021年開工第一天 象徵鴻海從製造業轉型科技業 台灣不能只有一個台積電 大家同不同意 富國神山應該多幾座 不能只有一個台積電 我們希望能夠 不一定是 趕上台積電 最起碼看到台積電的方向盤 郭台銘說 台灣科技未來要靠年輕人 韓華鴻海要駐台灣的 護國群山 希望疫情趕快過去 台灣能夠 多幾座護國群山 科技的力量 才是最大的 對台灣最大的一個 未來前程發展的力量 那我們需要更多的 年輕人來加入 郭董出席活動立刻成為話題 鴻海研究院設立五大研究所 人工智慧 半導體 新世代通訊 自動安全 更是民間第一個投入量子計算 卓院三到七年的前瞻技術 貿易率要從7%提升到10% 鴻海轉型之路有了成果 股價近期平受外資關注 更上看百字投 我覺得股價的表現就是有兩個層面 一個是這個公司的基本面 那另外一個是這個市場對這個公司的信心 讓市場更清楚鴻海在做什麼 外界也關心鴻海今年 尾牙嘉年華該採線上舉辦 外傳卡司陣容 除了五月天 蕭敬騰更打算力邀蔡依林 楊成林登台演出 今年規模更盛大 過去我們在好像 譬如說在南港展覽館辦 就只能放那麼多人 現在我們想的人呢 是全世界我們公司的 這個員工眷屬們 那個可是好龐大的數量 不會這個打折扣啦 一定會跟我們的員工做分享 年終獎金不會讓員工失望 鴻海旗下研究所 肩負打造百人頂尖研發團隊任務 未來在電動車 半導體領域 能激發什麼樣的火花 外界都睜大眼睛 新大地視王光臨 沈偉彤 台灣台北報導